你看 這是雞油 有沒有雞嘴呢 有沒有塞滿坡 其實這個雞它 我根本不用什麼坡耶 你用力一點 它就整個都化開了耶 拆雞啦 拆雞 我們來吃雞吧 來 我們吃雞 梅子雞 有沒有 這個雞油醬的味道 一聞就覺得下飯 下飯 因為它那個顏色 感覺就很棒 濃醇香 你看 是雞油 有沒有雞嘴的 有 有喔 你剛剛做的梅子 應該在它的肚子裡面 它們都藏在肚子裡 所以放了很多顆梅子 沒有 塞滿坡 其實這個雞它 我根本不用什麼坡耶 你用力一點 它就整個都化開了耶 都是梅子 還有辣椒 我們來看梅子 剩頭 有沒有 就稍微一用力 它就怎麼全部都剝開... 你看 像這個翅膀 我只稍微用力一點點 它肉就直接就這樣分開了耶 哇 不知道是不是受家裡的影響 我們家不管吃什麼 都要加醬汁 它吃的醬汁很濃厚耶 你說它的醬汁嗎 哇 拿吃這個袋子 醬的味道很重 但是梅子的味道 沒有蓋過醬的味道 肉質也非常鮮嫩 對 好脆喔 因為真的 那是它裡面塞很多香料 甚至有蒜頭 其實就已經很棒了 但它也是塞了滿滿的蒜頭 跟辣椒 洋蔥之外 那個梅子 它好像是一個 會統整大家的一個領袖 然後把那個味道 全部都發揮出來之後 你再吃的時候 那個酸甜的味道 跟那種蒜頭出來的味道 而且蒜頭 裡面都迷迷沙沙沙 吃下去 好香喔 我來吃別的 它好像吃什麼 甘蔗新草 山豬肉 山豬肉 它現在口感跟骨頭有點像 它有加一點沙叉 味道才吃滿多的 而且那它吃到肉就不用怕 它的口感就是脆 然後會有淡淡的甜度在 然後沙叉味道很嫩之外 剛好你這樣吃 你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像在吃筍子一樣 有時候覺得這邊 有類似分布的地方 你會覺得它會不會粗粗 硬硬有纖維 但完全沒有 它整個口感就是脆的 這個也是白飯沙子 只要一點點喔 很嫩 味道你就可以把那個飯直接發光了 但這個梅子雙拼 就建議大家這樣子 這個是梅子嗎 對啊 這個也是用梅子去拼那個 野獗跟山谷瓜 山谷瓜就是山谷瓜 發現生梅的酸跟甜 配置山谷瓜的口味 就是說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一定會帶苦 可是你要把它弄得好的話 就是那個苦 後面會有斑滴的那個味道 還有呢 鹽子魚 不多魚 你看好多喔 魚油耶 對啊 而且在這邊的菜 這裡的丹鐵很大是嗎 丹鐵有 那你補一下 補一下 丹鐵有 你的生波是這樣子的 但在這邊就是這些菜啊 其實最好大家來吃的話 最好還是預定 因為他們最主要就是跟小黃合作 最好是預定會比較薄形 但你看這個哇 滿滿的亮晶晶的 像剛剛一撥這裡 哇 感覺就焦濕的很酷 我好興趣 如果要把它加上兩隻 會比較好 但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肉好嫩喔 真的是不錯 醬色看起來就不錯了 好重 可以 擺搭梅子醬 你這樣一捲我覺得很不划算 什麼意思 中 百搭梅子醬 然後就拋我一捲 不再多講一點嗎 我會很難中 我是日式重量 棒 這家人真的很好吃耶 接下來我們要喝脫皮奶的 這個湯裡面料得豐富 嗯 有玻璃辣椒 有高麗菜 有枸杞 再往下挖生粿 有蓮子啊 有紅棗 好爽喔